今天聊国际我们要来聊的是房市 就是在国外 尤其在瑞士 或许大家觉得瑞士人很有钱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 很多的瑞士人其实是买不起房子的 我们先来看到永房率 跟其实整个西方国家的平均来做比较 如果你是现在欧盟的话 大概是永房率70% 另外美国是67% 但瑞士超低只有36% 而且如果以台湾的住宅自由率的数字来看的话 台湾大概是落在78%左右 但为什么瑞士人这么有钱却买不起房子呢 主要还是因为房子真的太贵了 而且其实如果在金融分析师的说法来说 他说瑞士的房子比奢侈品还奢侈 像是这种很简单的灰尼屋 售价大概是2.6亿的台币 然后平均的房价也都在台币的4447万 其实这个房子这个价格在台湾 恐怕其实也都已经接近到了豪宅等级了 而且主要还是跟他们地比较小是有关系的 70%的国土是山区 所以建地能盖房子的土地非常有限 所以也导致这个住房是非常昂贵 所以说很多人真的没有办法 只能选择租房子 但是其实也衍生了一些居住不正义的问题 像是我们来看到在瑞士买房子有多难呢 平均首购族是48岁 然后而且20%的头期款是非常难以负担 我看了一下他们资料 其实他们头期款要拿出来20%大概是多少钱呢 就是1000万出头 我们说是台币 所以对这个一般来说的青年来讲 真的是非常难买 还有这个租房者在财积付累积上是比较吃亏的 而且金融海下没有影响到瑞士的经济 但是他们的终身房贷 其实可能到死都付不完 所以等于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如果在台湾来说的话 其实或许很多人会选择好挑个中股屋住 但是说到中股屋 你可能就要整建一下 里头不论是管线也好 甚至有时候外墙需要拉拉皮等等 在高雄左营有30多年的乌林大楼 他的外墙因为磁砖剥落 因此他就申请了 可以整修外面来进行都更 而且要好好的拉皮 但是要拉皮竟然花到了1亿多 让很多的住户都觉得太贵了吧 他们都是很好的 为什么要拆呢 大楼中庭外墙 部分磁砖剥落低楼层还架设防护网 外围这面墙也会下磁砖雨 30多年的大楼需要拉皮整修 而住户指控预算破译 形容这是全国最贵的拉皮案 3000多万一直增加到1亿1000多万 加中庭然后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大楼位在高雄左营区博爱路 乌林33年199户 申请整修楼地板面积3万2000多坪 103年请设计师估价 大约只要3000多万 住户签的都更同意书 但109年申请都更准件之后 总工程款暴增到1.3亿 从原本平均每户自筹款不到10万 增加5倍之多 住户指控这期间计划都没公开透明 怀疑黑箱作业 我现在才月收入1万7 我怎么去缴这么多的钱 还有人拿出一大碟文件 其中他们指控现在的朱姓女主委 109年只是副主委 却冒用主委的名义 提交都更整件维护事业计划案 朱虎在103年签署了计划同意书 108年又被盖印 他们提告伪造文书 同样工法瓷砖全敲 做防水层 然后仿石涂料 其他营造商估价金额不用破亿 而面对多名住户的指控 朱委反驳 我就是按照我知道的程序下去做 所以我们先进步了 内政部民建署的核定补助 当时主委澄清工程款 都是经过专业评估 一切按照程序申请 才获得营建署的核定补助 督发局则强调 督根诊件案住户可提出不同意 评估是否撤销 并要求再召开区全人会议 直到大楼住户都达成共识 才开始动工拉皮 TVBS新闻赵丽黄小奇高雄报导 好网友阿博就说了 以他在营造业的经验来说的话 像这样子的大楼看 拉皮的成本应该会低于5000万元 而且施工级可能要拉到15个月 但其实很多人还是想要买自己的房子 尤其很多人喜欢买预售屋 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些相关的数字 平均的购置总价 现在大概是1340万元 还有平均的房贷金额也达到了964万 接近1000万了 双双创下了新高 而且我们跟10年前来做比较的话 平均的银行建价是多了300万元 而且平均的建物面积是少2平左右 等于说大家买房子越买越贵 但是越买越小 而且在第三季的预售屋的交易重灾区来看 第一名都是在 就是在台北市的淡黄区大安区里头 其他包括台南台中还有新北市 但是双北市基本上也都被点名在前10名的这个重灾区里头 我们说是第三季的预售屋交易重灾区 主要还是高房价还是明显偏高 还有收购族的清清安降低了这个负担 当然是一个助力 但是在开发张推案控管总价的情况 其实也都让这些情况不断的在发生当中 再让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房地产是整个经济的火车头 但是在2024年恐怕这个情况还是不太理想 比较温良成交量在缩 而且价格也会继续的盘整 甚至在明年会出现到一个情况 就是第一个你没有新房可以买 所以成交量当然就往下跌 预售屋不能转让 其实也让市场进入停摆局面 还有很多建商现在不买地开工推案 也都是原因之一 不过房产专家说在明年第一季 就有可能出现反转 上班族温先生担任公司的行销企划 从香港来台工作9年 想在台湾永久定居 因此决定与女友一起买房 但他也发现双北地区的房价越来越贵 因为其实台湾的薪资相对比较低 就是跟香港比起来 那如果说现在我说我目前的薪资状况的话 其实如果说要去买房的话 其实压力是相对大的 温先生锁定新北的中永和三重板桥地区 总价一千万左右的小套房 打算搭配政府推出的新清安贷款 来减轻买房压力 因为最近有那个新清安的那个房贷的那个政策 因为我女朋友是台湾人 如果说用那个政策去买房的话 对于首购的话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它有那个宽限期 然后还可以拉长那个房贷年数 其实不止双北房价涨幅惊人 根据内政部最新的资料显示 今年第二季 全国房价所得比高达9.82倍 等于要不吃不喝十年才买得起房 而双北和台中 房价所得比都超过十倍 至于花东 离岛的澎湖金门也都高达七八倍 最低的基隆市也要六点零六倍 民众买不起房 已变得相当普遍 依据世界银行标准 以开发国家正常的房价所得比 是1.8到5.5倍之间 发展中国家是三到六倍间 大家可以看到全台各地的房价所得比 都高于世界银行所认定的标准 以目前的世界银行的标准来讲的话 就是合理的房价所得比的一个上限 大概在四到六倍左右 所以就是我们目前台湾的话 其实你如果是从内政部的 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的话 它就算是花东地区 甚至是地岛 它的房价所得比 其实都超过这个标准 所以其实我们的目前的 整个台湾的一个房价过高 整个买房的压力大的现象 是相当普遍的 虽然目前市场在新清安贷款刺激下 使交易量回温 但房价接下来到底会涨会跌 从内政部统计来看 今年前三季建造核发宅数10.9万件 年减18.1% 但使照核发量高达8.4万件 创15年新高 代表交污潮即将到来 不过今年第三季 开工宅数约3万件 是近十季最低 房市趋势专家李同荣表示 开工量与使照完工量 成五年来首度死亡交叉 预计2024年第一季 将正式进入反转局面 使照量成死亡交叉 也就是说开工量不好 那死照量又往上 那成死亡交叉 就是说余务位增加 然后销售率又不好 那这个就是死亡交叉 就是反转信息 那反转信息以后 再过一两季 就确定 假如是没有再往上走的时候 开工量没有再往上走 那就是确定这个房地产 是第六循环 就到这个地方 就要开始反转去做结束 不过李同荣提到 房价除了部分超涨区 较容易出现下修外 整体没有崩盘危机 房市将反转 但仅会小跌或以盘待跌收场 当然现在有些人看到交易量回温 就会认为说房价要回升 那就是错误的看法 所以他基本上明年来讲的话 他会走的是以盘待跌 那交易量也许会增加一点 但是价格没有 余务没有在慢慢消化之前 价格不会再有机会再反弹 所以这个跌的幅度不会太大 但是跌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尽管房市将再度出现反转迹象 但整体而言 房价跌幅有限 民众买房压力大 购物年龄不断向后地延 买不起房 逐渐成为常态 TVBS新闻 王兴桃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同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